大家好,我是And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開箱 開箱的物品是什麼呢? 就是這支 LeoPhoto MV324CL 單腳架 它既是單腳架,亦是三腳架 稍後我會跟大家開箱 拆開來看看 最主要就是配合我的鳥攝的工作 我將會去玩鳥攝 所以我買了一支Sony 200-600mm鏡頭之後 我就要想一下究竟還有什麼配件 如果想玩鳥攝的話 當然需要一支單腳架或三腳架去幫助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支既是單腳架 又是三腳架的腳架 先開來看看 它本身送來是有一個這樣的袋子 其實我買這支腳架之前 我也是考慮過iFootage那支Cobra 2 和5號的波頭 不過在我認真考慮之後 因為那支iFootage 它的部件是很多紅色的部件 和手柄都有些紅色的 我就怕影響其他師兄拍照的瓦慶 跟隨大隊跟隨規矩 買一些比較低調顏色 譬如說黑色或者灰色藍色 就不會太過鮮紅去影響到其他朋友 我相信這也是我對攝影興趣的尊重 好 先看看功能 一般來說這個也有的 就是手腕方便 用的時候就可以固定一下 固定一下幫幫 第二 我這支型號 它有幾個長度 C那隻 即324C 就長150cm 這支180cm 就長180cm 它很簡單 就有 可以拆開 就有三隻腳 所以可以由單腳變成三隻腳 而且它有三折 用啪啪的形式開 第一折 第二折 第三折 開完三折之後 就去到180cm 那你會問 為何要買到這麼高呢 因為買長一點 我就覺得會方便自己的使用 因為有時候 情況可能是 放相機在那裡 要看著 對著那個眼線 看上去影上面 或者看上去影下面 如果買長一點 就可以有一個調節 好 說完它伸數高度 它就有一個配件 講一下配件 這個配件 這個配件 其實就像個 六角星的螺絲批一樣 夾著它 就可以用來 領緊這些 六角星的鎖匙位 我覺得這個 它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什麼呢 它這裡也有一個 底部是一個快刷 快刷下面 這裡有一個 鎖匙和鎖匙 鎖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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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按Release 鎖匙 就脫了出來 這個脫了出來 它這個 是另一個獨立的波頭 這個波頭 是可以 鎖匙一些 ARCA Swiss Standard 的ARCA Swiss Play 所以獨立去用 它可以變成一個 低腳架 低的三腳架 而這個 你看到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ARCA Swiss的位置 所以 它也可以 除掉它 就把這個 變成三腳架 撼起來 就變成一個 單腳架 拍的聲音 就鎖緊了 再上鎖匙 它就穩固了 這個波頭 這裡也有 可以調校鬆緊的 可以就著不同的角度 這樣就用了 講完下面的腳 就講上面這個波頭 上面的結構 也是一樣的 有一個 開啟 就是 開啟 開啟 拋出來 它也是一個 ARCA Swiss Play的 標準 這裏有一個 螺絲的 保護的 cap 位 拋開了之後 它就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 四分一螺絲 一個就是 八分三螺絲 它有一個 彈弓 彈弓 同一時間 你可以選擇 不同的配件 用不同的螺絲 上著 它這個三隻腳 調校角度 就是按按鈕 然後將它 向上 向下拉 就可以調校 角度 方便 去伸長 三隻腳 大家看到 基本上 它因為三隻腳的關係 自己都可以平衡 站得穩 今天我會同場介紹 什麼呢 就是同一個牌子 Niu Photo BV1R波頭 這個BV1R波頭 就跟它同一個牌子 所以 就跟它很配合 本身它是有一個手柄 這樣就可以上去 可以選擇 這樣用 還是不用這個手柄 它這個手柄 跟波頭中間 是有些狗瓦 這樣就可以 卡住 狗瓦 就不會那麼容易 線來線去 這個波頭 下面 亦都是用這個 百分三螺絲 這個BV1R波頭 成重是3kg 剛剛好 就可以將A74 和G 200-600的鏡頭 拉上去用 我會試一試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可能就要換另外一組的 更加成重更加高的波頭 這個波頭 上面 都是用這個 一般的 Standard 很容易 不用特別 另外自己帶的工具 都可以領緊它 這樣就上了上去 鏡頭的底部 現在就把機身 拉上去 波頭上面 剛剛就是Eye Level 其實它這麼大的鏡頭 這麼大的腳 究竟站不站得穩 大家看到 其實是勉強的 一旦有風 一旦會脆弱 所以 用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 要磅一磅 不要真的放手 因為真的很危險 先帶回遮光鑑 這個就是我心目中的組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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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我這段影片 請你點贊、訂閱、分享、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